10月27日 陈伟廷 唐一新 宁子涛 金大川出席某品牌发布活动 陈伟廷胸口的佛手印霸气逼人 与宁子涛台下亲密互动相聊睡欢 奈何中间隔了一位女士 真是秘质尴尬 田亮在网上晒出一张和妻子叶一剑的另类合照 并配文 最近我在家里的地位如妥 照片中 夫妻两人各自玩着手机 但是造型亮了 老婆坐着 田亮蹲着 这家庭地位一眼就能看出来 更有趣的是 照片中 叶一剑的腿被拍得很粗 对此网友都十分担心 把你媳妇腿拍得粗了 我觉得你连地板都做不了了 10月26日 周围直播时回答了 众多吃瓜群众关注的热点话题 27日下午 周围再爆萌料 披露陈伟廷 张新宇 李承洋洋等大腕的命纹 称 据圈内人爆料 张新宇与某男新约会被李承知道了 李承提出了分手 据称 李承并不是张新宇最中意的类型 所以张新宇很痛快地答应了分手 后来张新宇后悔 两人就复合了 后来李承遇到了自己特别心仪的对象 李承就和张新宇再次分手了 25日 一次华师大的副教授发文炮轰范冰 称 华师大不欢迎这样的戏子 今日 范冰冰再度发文回应此事 称 被锅砸得有点疼 我记得住多大的诋毁 就担得起多少的赞美 最后 范冰冰还一次回击了华师大的副教授 称 不尊重他人的人也不会得到尊重 不尊重他人也不会得到尊重他人也不会得到尊重他人